單元六 第十二課 我不替你擦鞋 傑伐信是美國的一位總統 從小就很勇敢 當他只有十三歲的時候 美國人為了脫離英國統治 就和英國人打起將來 戰爭發生在傑伐信住的地方 傑伐信不行給英國人捉住了 要替他們做各樣的苦工 傑伐信沒辦法 只得忍受著 一天 一個軍官看見傑伐信在附近工作 就把腿割在牆上 向傑伐信渴導 小鬼 你站在那兒做什麼 快來替我把鞋子擦乾淨 傑伐信冷冷地望著他 動也不動 軍官生氣極了 就拔出劍來 說 如果你不聽我的命令 我就把你殺掉 傑伐信說 我不替你擦鞋 你要殺我就殺好了 軍官被他的勇氣感動了 就不再為難他 那些時候 沒有人殺了 我怕你殺了 我怕你殺了 他就被人殺了 我怕你殺了